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Facebook 的朋友你们好 Shan News 的朋友你们也好 这个数字玄机时间 Crossover V-Lite Channel 币价都是淋淋淋 没有什么特别的起色 Oper V-Lite Channel 看了很多YouTuber Twitter出来抽水 每个人都说 危言耸听也有 極度狂欢也有 觉得千载难逢机会有来 大家需要更多留意币圈的发展 因为现在变化比较大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件事 简单一点 昨天有没有吃披萨 前天有 昨天没有 昨天5月22日 就是Bitcoin Pizza Day 是的 一年一度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Bitcoin Pizza Day的起源 就是很多年前 第一单 用Bitcoin 成功实体支付的交易 是 当时 那人用了一万只Bitcoin 去买了两个pizza 断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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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以后每一年5月22日 币圈计定了 Bitcoin Pizza Day 是的 回顾一下 上年也经历过大跌 上年519 其实也是519 5月左右 是的 但是上次大跌之后 Bitcoin 都是去到 去年 Bitcoin Pizza Day 都是37,500 嗯 今年 再惨成一些 现在大概是3万 嗯 都不算惨 如果以 现在弱的气氛围 下面 还有3万 都不太惨 你看看那只 ETH 滚了下去 捋回2,000 嗯 这样 带头大哥 还没得 你弟弟 全部和我先站在一边 看看气 是 基本上是这样 好 Bitcoin Pizza Day 下年5月22日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呢 在美国纽约州 是 有一间 上市的 滑矿公司 在当地的矿场 就发生了 爆炸 灾难 嗯 爆炸 就应该没有损害到 那些矿机的 就应该外面的 那些 变化站就出问题 是 Transformer State 那里应该是 近 这个 拉加局部 水力发电 现在呢 就 发觉 那里的 电站爆炸 影响到 它 3000多部矿机 有2500部 是比特币矿机 有700部 是 ETHERIUM的矿机 是 停产 断线 现在 暂时 还未可以上线 是 现在 应该是电力公司的责任 是 电力公司的责任 是 电力公司的 变电站出了问题 变电站爆炸 不会爆炸 电力公司的责任 不会爆炸 它的矿机 变了压 但是 它的地域是由 电电站 停电而已 是 现在就不能恢复 电力 还未恢复到 电力而已 那就少了 或者 矿工的 算力 减低了 因为 刚刚 在 东部 有一个 突如其流的 风暴 其实在加拿大 和美国 很多地方都停电 另外 这个矿场 这间 上市公司 另外还有一个 矿场 受影响 又有几千部矿机 令到整间 上市公司来说 它有46%的算力 断一线 哇 屋楼兼逢年夜雨 是 应该对Q2的财部 会有一个 比较 孤注等 大一点的影响 这间什么公司 这间公司叫做 Bit Digital Bit Digital 大家留意一下 它的股价有没有 移动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 Bit Max Bit Max 当时被 老牌子的 炒卖公司 他的创办人 Arthur Hayes 当时被 美国拘捕 过境美国的时候 被捕了 刚刚宣判 被告他违反银行保密法 银行保密法 银行保密法 这么奇怪 就是说 他当时 Bit Max 的时候 他没有做好 AML 和KYC 的责任 在客户开户的时候 就告他银行保密法 他后来是认罪的 昨天宣判 of course settlement 有些compromised 即是大家 regociable settlement 是 原来控方 要求 监禁6至12个月 有sentence 现在 没有即时监禁 改做家居 家居 家居 6个月 很普遍 这个做法 就要缓刑两年 但是因为 要带脚疗 在家居 但是 阿德希斯 本身是居住新加坡 现在就没办法了 要他留在美国 起码头半年 都要留在美国 这半年 没有事没有干 已经说了 容许他可以飞回到新加坡 那没办法 但是 新加坡 因为他属于刑事案件 如果刑事案件 按对新加坡的法例 除非他是新加坡籍 如果不是的话 他入境都可能有些问题 按照计算 Anyway 他入境都怪我差事 所有东西都可以做到 Bitmax 最近 FTX 起了之后 Bitmax 其实都剩下了很多 是 剩下很多 他当时是世界第一大的交易所 第一大的contract交易所 或者是leverage交易所 没办法 有人后起之寿 可能趁他病 拿他命 他托住了 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也不敢做 那些人可能都 又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最主要 多了其他选择 他从出江湖的时候 到时候再说 对吧 比特币不知道什么价 到时候 对吧 三文房门 六个月就在屋里面 不停打 不停打 有什么好做 OK 全是网上交易的东西 现在全部都 是 有什么其他特发新闻 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特别 什么传统经济 好像看起来 好像想反弹 有点反弹的迹象 一点 但是 不过大部分的所谓专家 都认为 这个浪子是一个反弹 最终还是要 顺应 加息的潮流 而导致的压力增大 大家都要小心 謹慎从事 是 最近大家都有很多 正正负面的消息 都太多了 自己执生 坐稳钓鱼船 量力而为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OK 明天再会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